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,我是阳明山,国家公园解说员有证明 在我们前方这片宽广的洼地,是园内非常受欢迎的油气区冷水坑 冷水坑三面环山,在它的西侧有一座高耸的山峰,是园内的最高峰七星山 北方是七谷山,而在它的西南方有一座布满芒草圆锥形的山丘,叫竹高山 由于冷水坑的地势较为低洼,来自周边山区的溪水便汇集在这里 受到溪水强力的侵蚀,再加上民国四五十年代人工开采硫磺矿的影响 使得冷水坑逐渐形成今日凹凸不平的地形以及风貌 在我身后是冷水坑爆裂口,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则是这个爆裂口边缘所隆起的高地 由于爆裂口内仍然不断喷出含有硫磺的气体,与爆裂口内的水分混合 形成一座乳白色的水池,我们称为牛奶湖 水池中,这些细小的硫磺颗粒会慢慢地沉淀到池底 在池底堆积,形成全台湾唯一的一座沉淀硫磺 来到冷水坑,你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里的温泉 冷水坑温泉的水温约四十度左右 与园区内其他动辄高达九十一百度的温泉相比 温度略为偏低,也因此这里便被人称为冷水坑 这是广用市纸,我们可以用它来简单地测看看这里温泉的酸卷度 市纸呈现淡淡的黄绿色,表示这里的温泉填向弱酸性 阳明山国家公园非常贴心地在这儿建有男女温泉浴室各一座 提供给民众免费使用 当然啦,如果您不习惯使用公共浴室,也可以像我一样在这里套泡脚 冷水坑可以连接七星山和晴天岗等各区域的步道系统 而且交通相当便利,包括小石乳和油园公车108等 都可以直接到达这里,十分适合全家大小亲子同游 也随时欢迎您透过这段影片和我一起造访冷水坑